那再跟你讲之前呢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有个朋友他借了你50万 回老家盖房 后面烂尾了没盖起来 这钱你要把它还呢 肯定要啊 肯定要啊 因为他的房子烂尾跟我没关系的吧 我借给你钱 你肯定给连本代理还给我 你敢不给 我就敢起诉 那这其实就是银行的逻辑 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是什么呢 开发商建楼 他其实都是借银行的钱 只要你预期啊 银行立马就起诉你 而且申请那个受限保权 然后就司法冬结 因为银行呢 他也很怕那个开发商贩路嘛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发败房 都是被银行起诉导致的 那有的人就说啊 我交了首付 跟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 那银行是没权利给查我这些楼子 对吧 哪怕是烂尾的 都是我的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错了 因为楼盘交付之前 它的产权是属于银行的 因为它已经抵押给银行 那你买了之后 你也是抵押给银行 因为你房贷嘛 所以这房子还是银行 除非你说20年后 你把那个房贷已经还凝除了 那房子才是真的属于你的 那明白这个之后啊 楼盘烂尾其实它还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房子烂尾 是因为不修嘛 是谁不修呢 是业主吗 是开发商吗 不是啊 是施工方不干了 因为你不给人家施工方钱嘛 他们就肯定不干了 那太多太多的小开发商 没钱怎么办 那开发商就会把那个顶账房给他们 我们现在看到顶账房太多了 在乡镇那里 顶一套一百万 那十套就顶多少 顶一千万 所以他们恨不得一套三百万 跟顶三千万的招 所以这就被动导致了 很多现成的房价搞得很低谷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些老板说豪车 说泡水豪车 20万收回来 他们去顶账 可能顶原价顶一百万 那至于那些白酒什么的 就一样的道理了嘛 那是被动的烂尾 但现在越来越多开发商选择主动烂尾 为什么呢 这一定要消重点 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常见了 开发商他拿了地址之后 他就开工建设 如果房价不涨 他就觉得房价不涨 我以后赚不了钱 我现在已经亏了一部分 我刚才让他烂尾 我就不亏了 不投资进去了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以后的房价不涨 烂尾的房会越来越多 你就记住我这个判断也好了